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类的病人 他刚刚也提到他不觉得他不舒服 就是学小便比较不好解 如果说他不经过这次治疗的话 他并不晓得他小便可以比起来好很多 所以说他也不会觉得说我有问题 他不是拒绝 而是说他不知道说自己可以治疗 这个年纪的病患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如果说现在我们去问我们的父亲 大概这个年纪人 说他把你小便好不好解 他一定会说很好啊 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通常只要不痛 他们都可以忍耐 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做子女的可以注意到的 原来有一些细节不必透过问我们可以发现 就像说爸爸上厕所的时候 为什么每次都要在外面等那么久 我也想上啊 爸爸就是不出来 或者说上的时候 听到流水声好像都没办法连贯 或者说爸爸上厕所出来了 我好不容易进去了 马上他又要进去了 出来没多久又要进去 出来没多久又要进去 因为他解不干净 这些都是可以注意到的 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之前有个病患 他每次都会抱怨说 他蹦蹦 上完厕所 厕所旁边都好臭好脏 他觉得说 爸爸是不是都故意不注意他 他其实错了 他爸爸的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说 他有瘦肩肥大的症状 造成他没办法说小便很顺畅 这一位90比7岁的老先生他比较特殊 他受尖肥大非常严重 但是他本身也许言语沟通上比较困难 他是一部位爬桥 台湾已经好几十年了 还不大会说过语 所以说他的症状很明显 但是他子女都不知道 子女常常会注意到他的一些其他的疾病 像手的问题 脚的问题 关节的问题 会带他来看医生 会带他来求证 但是有一天 他小便解不出来了 解不出来以后 有密尼克医师帮他检查过 给他放尿管 暂时解决小便出不来的问题 但是他开始出血 为什么会出血呢 后来我们发现是受限太大了 搭到里面的血管都充血 然后破裂出血 而且出血量非常大 搭到整个膀胱都塞满了 会评训 评训到血色是我们不到原来的一半 非常紧急 所以我们经济的症状都不好 然后再加上大量出血 心脏的负担会更重 所以是生活线的问题导致于心脏的问题 还是说他们两个自己很坏 社会线出血加剧他们心脏的问题 会更明显 为什么会加剧 他出血是出血的原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他受限大 大到输尿管也被堵住 两边肾脏中起来 水分出不来 水分出不来 又造成心脏的孤单 因为你刚刚特别有提到说 因为他表达你不好 所以家属 家属比较没有办法去关心到他 可是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哪一些的状况 比如他真的上次有伤很久 或怎么样一些行为上 是可以注意到 他们有这样受付些肥大的问题 应该都有 这些症状应该都有 他的看护 还有他会提到说 父亲上次走 他还要好久好久 好 好 出来了多久 又要进去唱歌 但是 他父亲都说 没关系